我今天要跟同学一起去Gorth Mountain滑雪 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滑雪 看到到Gorth Mountain了 希望等一下天气 来这里滑雪居然还要补停车费 什么啊 三小时八块一天十块 好贵哦 这里有烟行巴克可以买东西吃 或少做休息 超多小朋友的 谢谢 我们现在要排队搭缆车 然后它跟Cypress不一样 这里是室内的缆车 这里要准备好点跳 可不可以他扫 然后就从这边搭缆车 好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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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学伴呢 我们要出发了 好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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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離開了一點點 我們還有一些限制的 我們都有點抵抗 所以我希望它會讓你們更加清潔 但你們會看到 它已經變得更高 我的日子已經變得更高 然後享受一下 我可能會這樣做 我們也有在莎莉 你也可以去廣場 那是另外一件事 大家可以享受一下 8分之後到了 然後就...都是學了 對阿 我跟專業的Tatty來的 我傳電 因為你來過阿 我沒來過 好酷喔 這裡是吃飯的地方 哇 很多人在玩雪 這裡的感覺跟Sundress很不一樣 他們還在溜冰 這裡居然有溜冰的地方 好 好 這裡是駐版的地方 駐版的地方可以換衣 駐版的地方可以換衣 好 這邊租櫃子的話要去樓上跟員工說 然後就可以租3塊錢 我們現在要去滑綠大舞 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練習 我們要開始滑雪了 我要偷拍一下Petty穿鞋子 這綠道也太短了吧 而且超平坦的 這裡都不用改衣票卡 只有上來坐那個纜車要 我覺得這裡是最適合新手練習的地方 因為纜車超慢 坡超不抖 它這裡也跟Cypress不一樣 我們下來好好看 剛剛那個新手道 右邊這一條 這感覺也滿 就是滿平的 這裡有比較長一點 這裡有比較長一點 然後也滿寬的 也很適合新手練習我覺得 這裡可以看得到一點點的溫哥滑 只是霧太大了 所以看不太清楚 我剛剛在滑 然後纜車上就有3個弟弟 然後就一直跟我HELLO 然後我就跟他們HELLO 然後他就說 I like your snowboard 然後我就直接摔倒 大摔 然後他就說 Sorry 超好笑的 天啊 這也太漂亮了吧 好美喔 你們看得到嗎 哇塞 我只能說 實際看真的是 太漂亮了 但是 手機可能拍不出來 但我還是真的覺得 IMPRESS OMG 要看風景就來滑這道 超漂亮的 我現在要去找Petty 然後叫他來這邊好啊 因為很漂亮 就是好像推坡的 然後叫他推下來看風景 好漂亮 大家下人車都好厲害喔 我覺得單板好像比較難下人車 每次看到摔倒都是滑單板的 都還不太會走路就很會滑雪的小孩 超厲害的 怎麼起霧了 怎麼起霧了 轉越來越多了 不小心來到一個很陡的地方 好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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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王的一片 根本不知道往哪滑 然後也沒有人 我跟這什麼道都不知道 滑這邊 都沒有人 很好玩 好陡喔 太陽出來了 看看這裡面有什麼 這裡有一個賣衣服的地方 然後 然後 這是一隻熊嗎 牠在冬眠嗎 然後這裡有 咖啡廳 可以來這邊休息 可以來這邊休息 這是我 OK 可以 好 好 好 我剛剛結帳的時候被嚇到 因為那22塊 超貴 然後我還跑過去問他說 請問現在這個沙拉到底多少錢 他說28點多 然後水3塊多 然後水3塊多 怎麼知道就不用買了 但我第一次上來 所以我也沒有想說要帶食物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當樓盤有滑完 我就吃一下這個沙拉 我就吃一下這個沙拉 不過還是真的覺得好貴喔 下次到晚應該要自己再食物 而且他還有最討厭的豆 鷹嘴豆 沒有 好 我就很想不想 要想想 很想喔 你也有耶 完全沒有人 要想想 你也想要做 早上是一間餐廳 這裡有一個咖啡廳一個賣披薩的地方 然後可以一間餐廳 我覺得這裡的就是休息的地方 比Safras漂亮很多 但是這裡的雪場比較小一點 新手比較友善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進階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這裡很無聊 好累喔 我覺得我不能每次都早上去運動 下午再來滑雪 會爆肝 不過今天也很好玩 我現在要回家了 要塞一個小時的車 Bye 間滑雪 上天 天 神